千万不要让周深随便翻唱别人的歌曲 因为一不小心就能唱出自己的独特个性 谈点周深翻唱被原唱认可的五大名场面 你最喜欢哪个版本呢 第一首贝加尔胡派 周深他能做的版本 是绝大绝大绝大多数人做不到 因为他的声音的状态 他整个的歌唱的方法 都是不可借鉴和不可模仿的 因为他的天赋只有他才拥有 天赋秉义天才 非常好 真的太感谢李健老师 成为广大周深粉丝歌迷的嘴涕了 这完全就是粉丝最想对周深所说的话呀 事实证明能够得到乐坛大佬谈顿 以及李健老师一致好评价的周深 绝对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国宝级歌手 八年后的周深 李健终于同框 清唱贝加尔虎派 真是一个天赋秉义天才 非常好 完全唱出了我写作之外的音乐的情节 赋予了很多新的色彩 这一生一世 有多少你我 被吞没在夜光 入睡的夜里 多想某一天 有些某一天 往日能重现 往日又重现 我们两年忘华 在贝加尔湖畔 如诗人与精灵般合奏的贝加尔湖畔 依旧让人触动 因为清唱 他们的合唱竟更加动人 李健的声音像近水流声 而周深的声音像微风 像空中的浮云 两个人唱出了一幅立体的画作 第二首《左手指叶》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还是周深吧 跟他后来又在一起合唱歌 我觉得他唱的一歌 非常有感情 周深与萨迪宁老师合作的《左手指叶》 两位可以说是神仙打架 高音效果超赞 两人的声音穿透力又是那么的强 所以才有了让人回味无穷的名场面 第三首《天下有情人》 让原唱都起立鼓掌的琴声声组合 您在歌声里找到他们彼此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就厉害了 发现一个新发现的一个喜欢音乐的对方 了解喜欢音乐的对方的关系 喜欢音乐的对方 芈蜜不顾天地初开的时候 那一鲸前方的玫瑰 爱是淘汰红枪汪穿秋水只因为 爱过的人梦说后悔 爱是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 不管在东南和西北 爱是一段一段 意思意思的是非 照如情人在我能够说再会 周深与李克勤老师的合作 可以说是首首都是经典 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天下有情人》 他们歌声细腻 互相衬托 将这首歌曲唱到了大家的心里 第四首肯定是李克勤老师 跟周深演唱邓紫棋的《画》 仿佛能听到花开的声音 就是克勤老师跟周深唱我的那首话 我觉得他俩还挺和谐的唱词们 我把你画成花 未开的一朵花 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化成你落下 每当我不在 请记得我的爱 就在同一天空之下遥远的宽改 等待秋剧传来 等待下一次花开 再迟迟的回来 第五首《玫瑰少年》 周深与李克勤老师 我手能 某一件放的样子 谁能有一个感 记得循环一点 我歌手 你要周深 听他唱的《玫瑰少年》 我真的觉得 哇那种感觉是截然不同 很干净很透明的声音 那朵玫瑰没有荆棘 最好的包裹是美丽 最美的深刻是繁迹 有人说周深是天生的歌者 甚至在时光音乐会中 天真和胡夏也这样说 但如果你看了平时周深的样子 也许就会对天生这个词 有不一样的理解 网上有周深演唱 好春光花絮的一个视频 视频中是周深在不停的彩排 一遍又一遍 然后在做造型时 依然拿着手机放在耳边 一边听 一边在练习 依然是一遍又一遍 再然后 在吃工作餐的时候 周深依然拿着手机放在耳边 一边吃 一边听 一边在练习 依然是一遍又一遍 哪怕是吃完饭 周深仍然没有放下手机 还在不停的停着手机 不断的练习 孙玥说 天赐周深好嗓子 也许只占了50% 但周深后天的努力太重要了 没有努力真的没用 何久说 周深已经那么好了 可是还在不停的进步 所以天赋固然重要 但有天赋 还比你更努力 周深的成功属实必然 我爱的人 他已经飞走了 爱我的人 他还没有来到 我的爱情鸟 已经飞走了 我的爱情鸟 他还没来到 在满天风沙里 望着你远去 我情悲伤的不能质疑 多盼能送进千里 直到山穷水尽 也想和你相依 也曾相拥 叹息不管场外面对什么 让你去去 我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他 跟我走吧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 今天的爱不管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 这爱不管你天才 我的梦不再徘徊 我们彼此到达春节那份爱 不管风雨彩 不再带 尘埋某冰楼宇 你也会啊 接纳牛云 又想塞天万云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第二句 冷冷冰雪不能足隔旧